我叫高帆,在一家游戏公司从业五年,今年是我和我妻子结婚的第三年,也是我们宝宝即将出生的日子,很多人都羡慕我有着月入过万的高薪公司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,并且听说我即将成为爸爸之后也是各种的羡慕,不过表面上确实幸福美满,但是他们哪里懂我背后的心酸。 为了攒足孩子的奶粉钱,我不得不开始选择加班,每天为了开发新忙的担惊竭力,那天是一个阴雨天,天空黑压压的一片,外面的气氛很低,我还在电脑桌前奋斗,大概是八九多点的样子。 一向没什么动静的手机,突然电话来个不停,我拿开手机,一看是岳母娘的电话,奇怪了,不是说十多点才回去吗? 怎么这会儿就开始催了,高帆你在哪里? 小婉她早产了,已经打了急救电话送去医院了,你快点来第一人民医院。 江小婉是我的老婆,比我小两岁,我们两个是在大学认识的,大学毕业后的第五年,家里催婚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牵上了她的线。 她人长得小小的,人也温柔,是标准的男方女孩,后来我们两个就这样相处了。 在一起认识半年以后,就迅速闪婚,我们两个在一起结婚三年以后,她怀孕了,接到岳母电话的时候,我心中诧异。 不是吧,这不是离产期还有一个月吗?怎么这会儿就早产了? 没办法,来得及多想,只能赶紧收拾,关了电脑后,打个电话给领导,告诉她我老不生产,我要去医院,不管领导批准,不批准。 我顾不得了,自从怀孕之后,妻子的情绪变得阴晴不定,我生怕哪里不顺她的心意,要说这段时间过得战战兢兢的,如履薄冰,那根本一点都没有夸张,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 老婆怀孕之前,哪方面的需求特别旺盛,怀孕之后,竟然还偶尔要拉着我一起同房,说是担心,我忍不住。 其实我就算忍不住,也可以自己解决,只是老婆总是如狼似虎,我拒绝怕惹她生气,只能小心伺候着,生怕我哪里没注意到,出了个闪失,那可真的是一尸两命啊。 就在前两天,在老婆的强烈要求下,我们还发生过一次,因为我总是担心会不会对孩子,对妻子的身体有什么影响,所以还去问了医生,医生倒是觉得问题不大,因为只要动作轻点,不要剧烈运动。 也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,就是越分越大,可能会引发早产,从医生这里了解到之后,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越来越大,我越来越不敢继续。 妻子却全然不在乎的样子,可即便是我这样小心翼翼,可是为什么还是早产了,我心中疑惑,但是想了一会儿也是没想出来,加上当时脑子里也是焦急,这件事情就不再放在心上了,只想着一路及时到医院,岳母站在医院里,见我姗姗来迟,还有点生气,骂骂咧咧的在那数落我半天,不过说归说, 在医院走廊,还是要一直等着,约某半个小时之后,手术室的灯就停了,谢天谢地,母子平安,妻子被推了出来,小孩被送往育儿室,半个小时之后我就看到了我的儿子。 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子,我心里是开心的,我把妻子早产的事情告诉了我远在乡下生活的爸妈,他们本来估摸着过一两个星期再来的, 却没想到早产这事,听说是个儿子,我妈开心得不得了,刚出生的孩子,小小的一张脸,眼睛都睁不开,我听说孩子早产都是皱皱巴巴,看起来像是营养不良的小鸡崽子, 可是这个孩子白白胖胖的,一点也不像是早产,虽然送出来的时候长得是丑了点,或许,每个孩子都不一样吧,为了更好地照顾妻子和小孩,我索性直接跟领导请了几天假,主动留在医院里照顾,妻子刚生产完,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得了什么产后抑郁, 情绪很是不稳定,孩子也不是很想看,手术后好几天也没想要主动抱抱孩子,我的妻子瘦瘦小小的,纵然某处比较丰满,可是还是没有什么奶水,无奈孩子只能喝奶粉过日子,喂奶的时候抱着这个孩子,感受到那沉甸甸的重量,我也忍不住感叹一句,这孩子长得这么健康,一点也不像是早产的, 旁边的妻子听到这个脸上的笑容都是凝住了,看着我脸色也是带着恼怒,你在说什么?连医生都说了他是早产,怎么你还有比医生更专业不成,他不是早产是什么,难不成你认为你觉得这个不是你的儿子不成? 高帆在想什么?你以为这是公斗剧是吧?你是不是怀疑我跟别人给你一起生的孩子是吧? 他说着说着,声音越来越大,以至于不小心呛到了自己,疯狂地咳嗽起来,惊动了我怀里的孩子,把孩子都给吓哭了,看着孩子哭了, 他越发的恼怒,眼泪也出来了,泪眼婆娑地看着我,带着哭腔。 高帆,我辛辛苦苦怀了那么多个月,孩子健康不是好事吗?你却认为这个不是你的孩子,老娘差点从鬼门关回不了出来,你居然跟我说这个,我跟着你我图什么? 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,一脸委屈巴巴的样子,我也只是随口一说,并不是有任何想要怀疑她的意思,而且我也相信我的妻子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, 却没有想到她会发这么大的脾气,看着她哭哭啼啼的样子,我也只当她是刚生产,脾气不好。 毕竟我也知道女子生产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,刚刚从鬼门关出来,也难免情绪会敏感激动一点,虽然心里觉得她这样有点无理取闹,这样毕竟是生了孩子,这样也正常,只能赶紧说一大堆的好话去安抚她。 说了老半天,妻子的情绪总算是下了,不过看我的眼神还是不愿,别过头,不想看我,没办法,我也只能默默忍着,两个人不说话,房间里沉默了很久,直到孩子里的一声啼哭。 她看了我一眼,眼神不愿,伸出手示意,我把孩子送过去,我也只能听话,把孩子给了她,这件事情就当是这么过去了。 我爸妈听说,妻子生了个儿子,问了医院的地址以后,连夜就买了火车票,从乡下一路赶过来。 他们俩个来的时候,手上还提着一大堆东西,看见我们两个面面相去的样子。 只当我是不小心惹她生气了,脸上的表情略微有点不愿,不过看到我手上的孩子还是笑起来,忙着过来抱小孩。 妻子看到爸妈来了,也收起了自己的不愿,但还是不愿意搭理我,我心里有点无奈。 我当初也只是无心之言而已,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,却没想到她会想这么多,这么多天过去了,居然还气着。 帆帆,你回去把那些补品带过来,拿过来给小婉补补身子,她给咱俩生的儿子立了大功,我们要好好对她。 妻子生产之后,身体虚弱得很。 家里已经备了不少的补品,只是没有想到她会这么早生产,家里的东西准备了很多,但是却没有来得及整理,都放在一团,细细拉拉的。 我不得不把它们分类好了,以便后面好用,想着这几天天气转凉,大概是入秋了。 妻子这一个月,估计也是在医院里待着,休养好了才会回来,所以干脆就捡了几件她的衣服带过去。 当我翻个柜子,查找上个月妻子专门买的婴幼儿护肤品的时候,哐当一声,旁边的本子也随着掉落下来,散开了封面,上面稀稀拉拉的写着一行字。 我去厨房打包了母亲苦苦辛苦熬制给妻子补身体的鸡汤,过去拿妻子衣服的时候,看到了地上掉落的那本日记本,知道妻子有写日记的习惯,只是没想到翻东西的时候居然会翻出来。 必须赶紧收起来,不然被她看到了,一定又会数落我一顿的。 我弯下腰去捡起来,看见上门赫然写着一段话,二月二十日,和高帆在一起三年,每一次上床都是循规蹈矩,没有一点刺激,或许是酒精的作用,或许是她真的太厉害了。 我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和她的神魂颠倒,手铐和制服,每一次都让我欲罢不能,还好,这几天高帆出差,否则一定会发现我的异常。 看到这,我的心咯噔一声,二月多的时候,我确实出差了几天,原来,那时候,我的妻子竟然出轨了。 彼时,我的手脚冰凉,却还想要继续往下翻,五月十三日,孩子到底是谁的,我真的不知道,就当是我和高帆爱情的结晶吧,就当是我和高帆的爱情结晶,其实五月份我很清楚,这个月的时候,我的妻子像是吃了春药一样,每天疯狂地对我索取,和我尝试新的姿势, 我本以为是她想要探索新的领域,却没想到,竟然是因为她发现我怀孕了,十一月十二日,她重新来找我了,我已经身怀六甲,可是我还是没忍住,我只觉得脑子里轰的一声,好似是五雷轰顶,手里的鸡汤也随之掉落下来。 跌倒在大理石上,发出清脆的响声,露出了里面白色的液体,客厅里的母亲,听到了这声响动,赶紧过来看我,看着地板上散落一地的液体,不由地惊呼一声,走过来,看着满地的狼藉,这这怎么都洒了啊? 哎呀,你怎么回事啊?这东西,这东西,她抬头看我,见我呆愣在那里,眼中也是疑惑,赶紧扯了扯我的衣服,伸出手在我的面前晃了晃,你好端端的,发什么愣,鸡汤都洒了,等会儿怎么送过去,母亲看着地上散落一地的鸡汤,也是没了办法。 无奈只能叹了一口气,哎,算了吧,你等会去医院的时候,去手机上查查附近有没有什么卖其他的,买一份给你的媳妇送过去吧,免得到时候她不满意的肯定又会说你。 母亲的声音把把我的思绪给叫了回来,看着地上一片的狼藉,母亲见我没有任何动静,赶紧拿了托把去托,看着那本日记,我情绪复杂,但还是选择把它收了起来。 不行,我一定要去问问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,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,孩子到底是谁的,孩子不是我高翻。 难道还是谁的?我拿着日记本出门,母亲想要叫着我,可是我哪里还听得见? 带东西带东西,我他妈带那么多东西,有什么意思? 现在儿子是不是我本人的,我都不知道,我还带他做什么? 我只觉得脑子嗡嗡的,脸颊很热,就好像有人往我的脑子里灌了热水,一般的滚烫难耐,因为没有带车钥匙,所以我只能用手机打了个滴滴司机过来接我的时候,我直接坐上去,到医院的距离还有半个小时, 坐进车里的时候,里面开了空调,与外面二十多度的高温形成了对比,很快我就冷静了下来,看着手上的这本红色的日记,我皱了皱眉。 虽然上面的字迹看起来有点刺眼,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,我还是决定先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,再做定夺,我和妻子两个人是相亲认识的, 之所以认识半年以后迅速闪婚,是因为她爸妈很很满意我这个女婿,加上我愿意出那十几万的彩礼钱,家里也有车有房,而且我的工作一个月也是月薪过万,她嫁不住她爸妈的催促才嫁给我, 刚开始我们两个人并不适合和睦,甚至还会吵架,即使我让着她,她也会因为小事跟我吵,日记的日期从一年以前开始。 3月28日同学聚会,好久不见以前的同学了,没想到时间过去那么快,一转眼就五年了,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老天的安排,还是我们两个缘分未尽, 在那次聚会上,我居然再次见到了刘瑞,我知道刘瑞以前听妻子的闺蜜说过说过,好像是她的初恋,不过却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照片, 她还是那么的意气风发,五年不见的时间,她好像是越发的成熟了,听说她最近过得不太好,妻子也跟她闹离婚,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后悔当初跟我分手, 如果跟我在一起的话,说不定就不会这样了,那天她喝了很多很多的酒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后来人都散了,她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可怜的样子,我把她送回了家, 我没想到刘瑞居然会这么的想我,不过也对,毕竟是初恋,怎么可能会轻易忘得了, 其实那么多年,我心里也还是有她的,那一天我们很疯狂,我没想到刘瑞表面看着思思文文,做起那种事情的居然是那样的疯狂, 但我真的好满足啊,比起我的那一位,她真的是好的太多,我真的不是一个好妻子, 居然背着自己的老公跟别的男人在一起,对不起,高帆,我不是故意的,我只是我只是不想要委屈自己的感情,我一定一定会好好对你的,我看了一下日记上面标注的时间, 正是我那天加班回来,她主动服侍我的那一天,因为是她第一次向我索要需求,所以我印象深刻,难怪那天以后原本还有点暴躁的妻子, 对我特别的温柔,也特别顺从我的要求,满足我的需求,我还以为是我那么多天的努力,终于感化了她,终于良心发现了, 原来只是因为单纯的愧疚而已,只是因为跟别人在一起,觉得对不起我才对我好,现在想想,那几个月的温柔,这可真是个笑话,仔细想了想,那天我们两个人的时间都重在在一起,就连妻子都不知道孩子是谁的, 那我也更加不清楚,我和那个男人到底是谁的细胞先进入他的体内,不管怎么样,我觉得还是先弄清楚这个孩子到底是谁的, 如果这个孩子是我的话,那我也只能当做妻子,只是犯人人都会犯的错误而已, 就算我和妻子两个人的感情再怎么的破裂,或者说是没有任何感情而言,但是说到底,孩子还是无辜的,我不想要我的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,就算是妻子犯了错, 可是这个孩子终究还是流着我的血,他的生物父亲还是我,竟然是我的小孩, 我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,想到这些,我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,也没了之前的燥热,我下了车,看着面前医院的标志,摇摇头,转身就去附近买了补品提上去, 在医院的卫生间里,我对A镜子,努力收拾好自己的情绪,直到自己的情绪完全平静下,脸上没有任何的恼怒之后,我这才上了楼, 看着房间里抱着娃的张小婉,我攥了攥拳头,咬牙,努力使自己放松下来,我勉强扯出一个笑,走过去看着她,老婆我来了,对不起,刚刚路上堵车,所以送晚了。 见到我来了,她脸上的表情,还是那份的不悦,来什么来?让你回去带点东西,你怎么那么久才过来?我要的东西呢?你带过来了没有? 她说着,看了看了我的周围,这样我的手上只有拎着那份补品,更是恼怒了,我叫你带的东西呢?你都带哪去了?高帆你什么意思? 你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?我到底还是不是你的老婆,你就这样对我?带东西,看着面前这个对我张牙舞爪,一指气屎的女人,我心中冷笑,你都跟别的男人睡在一起了。 我怎么还会记得带东西? 我半个月之后才能出来,可奈何护士告诉我,检测的人太多了,我不得不等,我心里有点感叹,难不成像我这样的情况也有一大把?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了? 晚上,夜深人静的时候,妻子和孩子都陷入了睡眠之中,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没什么声音,万来俱静,我掏出那本笔记本,寻了个亮光的地方一页一页翻开起来。 我不明白,妻子为什么会写下这本日记,我实在是不明白。 她到底是出于什么心态,什么目的,写下这些文字的,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她出轨的所有过程,我们又发生关系了,这次她没有喝酒,对我格外的温柔,对我也很好。 她说,她这些年很想说,我不想说什么,她有多想我,我们在一起就有多快乐,难以置信,我居然也有用嘴的一天,帮男人解决生理需求的一天,我之前只觉得做这种事情很恶心,嘴是用来进食的,男人的那东西腥臭得很,却没有想到只是因为没有跟喜欢的人做而已,刘瑞带我去吃了迪士尼乐园。 弥补了我们少年时的遗憾,只可惜,我已经嫁为人气了,前前后后大致就是三次欢愉,两次约会,先前我以为她跟那个男人的第一次,不过是因为在酒精的刺激之下,但是看完这些,心中确实难受得很,就这么喜欢跟别人藕断丝连,甚至还可以罔顾人伦,难道初恋的魅力就这么强大吗? 为了更方便地照顾妻子,我主动付了钱在医院住下,失业,晚上看着躺在旁边熟睡的妻子,要是以前我还会觉得她这样美丽好看,可是一想到这张脸背后做的那些肮脏的事情。 心里顿时无味杂陈,早上,我下楼去帮妻子买粥,因为来得早,早餐店门口人不多,粥上面冒着热腾腾的热气,我要了一杯,又买了几个包子,老板,一碗白粥多少钱? 一个轻柔的声音响起,我只觉得这个声音耳熟,但是满脑子只有妻子的那本日记的内容,没有去想声音的主人是谁?高帆。 有人突然叫出了我的名字,我以为是听错了,却没想到这个声音再次响起,我抬眸,对上一双含情默默的眼睛,面前是一个小小的女人,婴儿脸,白白的,如果不是认识面前的人。 很容易误以为是个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,好久不见,你最近过得好吗?女人再次问道。 太阳渐渐攀上空中,阳光斜射,洒在她的脸上,如果面前的女人穿着是校服的话,有一种梦回当年的感觉,面前的女人叫许婉, 我的初恋,跟我相爱了五六年,却在高考之后各奔东西,了无音讯,再见初恋,想起当年的事情,我心里不是滋味,我笑笑,只当是相逢一笑免恩仇,一路上。 我跟徐婉聊了很多,当年高考她势力落榜,被父母强制送网,寄宿学校复读,又被没收了通许工具,被迫跟我断绝的所有联系,后来考上了想告诉我,但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我已经交了新女朋友。 这段感情就这么不了了之,我有些唏嘘,可是当初我并不知道这些,我问徐婉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,难不成是在附近上班吗? 可是这个点,我看着她也跟我进了医院,挑眉,你现在都在医院里做事了吗? 徐婉的脸色有点白,听到我的话也是摇头笑笑,我哪有那本事,我是来医院付钱的,哪里是赚钱的? 高帆,你说好笑不好笑,这些年上班工作,钱没赚到多少,病倒是得了不少,赚的钱都拿来交医药费了。 此时我才发现,她的大衣之下穿着是蓝色的病号服。 那你怎么自己下来了?就不能叫别人送来吗? 我也没办法,就算点外卖,外卖员也不允许上门,我要是自己不下来买的话,我就只能饿着。 她笑着说这些,可是我还是听出了话语里的苦涩,一个女人,孤身一人,远灾一乡,就连生病了,身边也没有人陪, 更不敢告诉自己的父母,我有些默然,问了她的病号房,我回去的晚,周已经冷了,索性直接自己喝掉了,又去楼下买了一份,好在妻子醒的晚,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。 那天妻子觉得自己恢复的,差不多就要求出院回家住。 在病房里的每一天都是要付钱的,更何况,病床还没有家里的大床舒服,我把妻子送回了家,跟她撒谎说我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有急事要处理,提前结束了我的假期。 她心里虽然不满,但是更想要我赚钱给她过好日子,嘟囔几句,就让我赶紧滚回去上班,在真正的假期结束之前上班的时间,我都在医院里窝着,在徐婉的身边陪着她。 徐婉在医院住了几天之后就选择了出院,住院太费钱了,她可没有那么多钱,徐婉租的公寓离我工作所在的医院不远。 我没有想到,心心念念那么多年的人居然离我那么近,而我却从来都不知道。 好在这次白周,不然的话,我都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再见到她,也许,这就是冥冥之中的缘分吧。 我送了徐婉回去就准备回家,却被她拉住了,徐婉红着眼圈看我,一把勾住我的脖子,凑到我的耳边问道, 高帆,这么多年不见,你这些年有没有想过我? 我没说话,想过,怎么可能没想过,那么多年的感情,怎么能说放下就放下,可是我也找不到她的任何信息,爱情里如果没有任何的交流,这段感情也只能这么结束,她没说话,只是咬住我的耳朵。 渐渐往下,慢慢解开了我的衣服,曾经接个吻都会红透耳根的小姑娘去,近十年没见,大胆了这么多,我绷住身子,告诉自己不该这样。 不然我跟我那出轨的妻子又有什么两样,徐婉的手继续往下,她的手好似有魔力一般,触碰过的地方,就像是被火烧了,带着养溢,很快就蔓延到了全身,很快我就起了反应,搭起了小帐篷。 她的手慢慢往下,看到我的反应,笑,小手正准备伸进去,我抓住这只作案的手,咽了咽口水,高翻,你不愿意吗? 她问道,眼神里带着委屈。 我,我知道徐婉为什么这么做,也许是因为感激吧,知道这些年她过得不怎么好,因此那几天的医药费和住院费我都主动帮忙交了费。 她选择出院,也只是不想再花我的钱,滴水之恩无以为报,只能以身相许吗? 见我没说话,徐婉四是明白了我的意思,放开了我的手,整理好自己的衣服,脸上带着失望和难过,我没有明确表示自己人父的身份,她不知道我有没有结婚,应该认为我也像她一样二十七八了,还是孤身一人,谢谢你送我回来。 耽误你的时间很抱歉,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这些天对我的帮助,高翻,你回去吧。 以后报答吗?她刚才不就准备报答我吗?为什么要等到以后,为什么要拒绝一个女人的主动勾引,妻子都出轨了? 为什么我不能,终究是欲望产生了理智,我一把拉过徐婉,捏了捏她的柔软,引得她疼得叫出了声,声音娇媚,带着特有的感觉,要什么以后,你先报答我不就好了? 是一阵春心荡漾,出轨了之后,不知道为什么,似乎是因为彼此都出轨了,也许是出于报复的快感,我的心里平衡了很多,我和徐婉加了微信好友。 她的头像还是跟以前一样,喜欢用那些可爱的小动物,我们就用这个来联系彼此,因为妻子从来没有监测我手机,所以我很大胆放心的就跟徐婉聊,这些年不见,也许是社会的打磨,徐婉已经退去了年少的青涩,有时候我们聊的话题,大胆又 ac情,徐婉的工作不太好,工资不高,日子过得有些拮据, 我给了她些钱,让她改善生活,却从来没有说过要跟她确定任何的关系,我知道她很聪明,从读书的时候就知道,我有没有结婚,她怎么可能感觉不出来? 这段感情终究是见不得光的,后来的日子,我在他们两个之间来回奔波,徐婉很懂事,我在的时候就好好陪我,使出浑身解数地服侍我,挑逗我,讨好我,在她那里,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,检测结果下来了,孩子是我的,看到那个结果, 我皱了皱眉,意识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我来说,到底是该洗还是该脑,纠结了这么多天的事情,原来到最后,竟然没有这严重,孩子是我的,我们之间的感情,或许也没有走到最后一步,想起自己的孩子, 这几天因为怀疑她是否是我的亲生儿子,我都有些冷落她,一瞬间,心里有些难受,看着结果,我思索了很久,算了,就这样,不管以前妻子跟那个男人到底有什么纠缠,只要孩子是我的就好了,只要孩子是我的,一切就都不是最糟糕的,我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平淡下去, 不过,因为许婉的事情,我还是不得不在两个女人之间来回奔波,有时候,我想和这个女人断了联系,但是何必呢,我们之间的事情,只要我满足,只要老婆不知道,我会过得很快乐,直到有一天我去洗澡,妻子看到了许婉给我发来的消息, 看到那些暧昧信息,妻子当下就炸了,拿着那些信息质问我,高帆,你给我解释一下,你这是什么意思,这个女人是谁? 我为你怀胎十月,我孕兔那么厉害,生孩子的时候,我都差点留在那里回不来了,你就这么对我的吗?你对得起我吗? 我怎么就对不起你,张小婉,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,你自己做了什么,你自己就没点数吗? 我心下有点愧疚,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,妻子气不过,她的大吼大叫吵醒了孩子, 也吵醒了我的父母,纷纷赶来围观我们俩个,询问事情的缘由,妻子只是把手机扔给了他们俩个,看着我,眼睛哭得通红,父母看完了之后也是震惊,于是对我的指责,从一个人变成了三个人,妻子骂得最为难听,基本上在她的话里,我简直就是个一无是处的男人,高帆, 那个女人是不是瞎了?你有什么好的,还看上你,要本事没本事,要精力没精力,你算什么男人?我不是男人,所以你就去找别的男人是吧?我冷笑,妻子显然一愣,看我,怒道,高帆,你什么意思,出轨的明明是你,你哪来的脸皮理直气壮?我先出的鬼? 我冷笑,回了房间,直接把那本日记拿出来,摔在地上。声音响亮清脆,张小婉,你自己好好看看,到底是谁出的鬼? 见到日记本,妻子顿时白了脸,嚎啕大哭起来,我跟那个男人已经断了联系,我以后也不会再去找他了,可是我,高帆,你怎么能这样报复我? 我才刚给你生了儿子,父母也是一眼就看明白了,脸色顿时间,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,抱着孩子就走开了,后来妻子闹着说要跟我离婚,眼下情况已经变成这样了,破镜难缘,感情已经恢复,不过来了,我答应了跟他的离婚。 就当是放过彼此。